好 那我們看你們的這個 下一個主題 就是民工的問題 NH 就是民工的問題 那這個其實也跟我們現在做的第三個技術 這個做法大致上是類似的 好 那這裡這個 這個就是民工的地圖 好 那我們現在民工這個 主宰Mention 是一個平面上的 那這個平面上的話就是 用一個語言來表示它 0跟1 那0的話代表說是有通路的 1的話代表障礙路是不可以走的 那我們的這個民工可以走路的方向 也是有8個方向 那像這邊的話 這邊就畫一條線 這樣這個就是民工 那這個是答案 就到這裡 就你看 就是答案 那現在我們就是從這個 左上角那個地方是我們的入口 entrance 是我們的入口 然後要到達我們最後的目的地 這裡 那現在就是說 那我們要怎麼能夠 把這個民工的地圖把它做出來 好 那這個民工的問題 跟我們的第三個吸體 這個我們騎士這個 這個騎在馬上那個騎士啊 我們要走西洋起的騎盤 要把每個位置都踩過 那個做的方法 基本上是類似的 我們這邊是8個方向 好 那所以我們就先把這個 8個方位 的這個方向 把他的代號把它拼出來 那我們在這裡 定了這個代號 就是用他的 東西藍點 的符號來表示他 這個意思代表什麼 E代表很異聲 我們來請大家 這裡用8個方向 E代表很異聲 請你把這個英文把它拼出來 請你把這個英文把它拼出來 E代表第一次 請你把英文把它拼出來 彭錦彭 來一代表明 啊 手聽不來 啊 總品 啊 一直的總品 好 EASD 好 WEST 林杰文 老公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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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林杰文在哪裡 啊 林杰文在哪裡 今天沒來的啊 有沒有有認識嗎 林杰文有沒有 有沒有誰跟他同一個行事 你有沒有同一個行事 蛤 他 他不是沒來的嗎 他沒有講理由嘛 他沒有講理由嘛 所以你現在只是準備 希望幫他嘛 對不對 希望幫他到這個 民國訪 這樣子 好 林杰文沒有來的 齁 劉國偉 來這個 老林子民的 好 這個 老林子民的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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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背後筋 啊 大聲一點 你也聽到 好聽到 再来这个N 再来我们意思 我们再请教一个方便 郑多祥 左边 大声一点 再来开一个 SR 这个S自己补上去 因为S弱掉了 就是SR 张佑佳 好这个是我们的四个方位 东南西北有四个方位 再过来就是 另外 在东方北方之间 这叫东北方 东北方 英文 我们再讲这个中文 讲东北方 东北方 英文是 反正是 英文的顺序是 反正是北东方 所以是 Northeastern Northeastern 所以这个各位 可能要稍微注意一下 就是 我们英文跟中文在讲的时候 这个东北方 英文是这样 Northeastern 这个顺序跟我们讲英文是不一样的 如果你在今天上课之前 还不知道 你现在就应该把它记下来 当然如果你已经知道 其实东北方就这样 那OK 没问题 那如果你还不知道了 其实今天之前还不知道了 应该拿完拿个笔 把它记下来 好不好 那虽然这个东北 还有这个西北方 还有西南方 还有东南方 那这个South East 这个South West 好 所以我们就有八个方位 那这八个方位 当然可以用笔号来表示它 你要用笔号来表示它 也可以 反正我们就是有八个方位 那这八个方位 如果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我们现在看这个 我们在石头这个图式上面 如果你现在所在的位置 是IA的位置 IA的位置 那我们就知道 你的上方 那就是I-1 上方就是 这个北边的位置 N 那你的下方 就是I加1加1 那就是南方 那东方的话 是这个I 然后这些加1 右边那个的话 是这个列是加1 左边那个的话 是列是减1 好 那如果你是这个 这个方位的话 那这是I加1 列加1 你这个I增加了 列也中加了 所以我们总共就有八个方位 这个八个方位 就跟我们在这个 骑士 我们再做一遍 就是第三个系统 那个骑士的 那个八个方位 列式 那只过来 我们这边这个八个方位 它的位置 就在它 铃进的这八个 八个格子上面 好 再下来 我们这个问题一样 我们使用到Stake 那我们使用Stake 就是我们也是尝试错误的方式 这个从左上角这个地方 我们就开始 那我们在这边的话 假设我们的耳瑞的 这个整个局 这个编号 这是一一的位置 从这一一的位置开始 那这个你就去探索 你的八个方位 这个的话 你探索到你的八个方位 那你发现这个方位 是可以形成同的 是可以形成同的 那我们就从这边 过来 那过来 你要把原来的位置 把它记下来 你已经探索到哪个方位了 你把原来的位置 把它记下来 所以我们要从 这个左上角这个位置 下来的时候 你就把它记下来 你是一一的位置 那左边这个 代表Row的Index 中间这个代表 Color的Index 一一的位置 然后你现在是 探索的方位 是这个方位 这就是我们的 东南边的方位 东南边的方位 那所以这个代表DIR 代表方向 代表人的方向 代表人的方位 那这个下来 你到了这边之后 你也是按照视频 探索你的八个方位 那我们首先看的是这一点 那在这个的话 是你 你是可以通的 所以它就是 从这一个到下面这一个 那这个你就把 前一个这个位置把它记下来 它是二二的位置 二二的位置 那同时呢 它的方位是 东北方这个 Norstice的东北方这个 所以就把它记下来 再下来 从这一个到下面这一个 你现在也是探索你的八个方位 那当然不能超过我们的范围 那你也是要 你这个是探索到这个方位 这个方位 通边这个方位 然后你的位置 你这边位置是 一三的位置 一三的位置 然后你再是一四的 通边这个方位 那再下来 从这一个到这一个 也是 你的这个一四的位置把它记下来 然后探索到这个 一一这个方位 所以跟这个我们的骑士在 我们西洋型棋盘的做法是类似的 就是尝试错误的方式 一路的你往前走的时候 往前走一步 你就把你的目前在 刚刚那个格子上面的状态 把它记到我们的Stick上面 所以我们就不学方式 把它推到Stick上面 那将来如果我们再像这一条路 主要这些不同的 主要这些不同的 所以我们就退回来 我们要退回来 这个这个不同 我们要退回来 那么退回来 我们知道它们是退到什么地方 因为你的Stick上面是有记载的 是一四 所以我们就退回到一四的位置 而且刚刚探索的方向 已经是探索到一这个方向 那当然这个八的方向 你要给它顺序 给它顺序 那探索到一这个方向了 那接下来 接下来 你就要探索这个方向 那这个是不行的 接下来它就有这个方向 好 所以我们前进的时候 我们就在Stick 把当时的这个状态 把它踢到我们Stick上面 那我们退回来的时候 那你就从Stick 把这个东西 就把它拿出来 好 所以这个领算法 我们就写在这里 我们用重点把它写在这里 现在还有哪边 还有很多字吗 好没有 就在这里 好我们现在就写在这个地方 所以这个我们的 走迷工的方法 没有什么特别聪明的方式 是什么 尝试所有可能的路径 有些东西是没有带 就是没有用讲衣 是用课本 那我觉得你应该把写在课本上面 课本那个 那个 那个 那个内容 你去找这几个字找不出来的 这个是精华 你要上这个课的精华 对不对 课本那么长的 那个字啊 又是英文的 好像天书一样 把它能说变成这几个中文字 是很容易懂的 好所以咧 就是 我们的这个方法就是 尝试所有可能的路径 所以这并没有什么特别聪明的方式 再过来咧 是使用Stake 来 储存你现在的路径跟方向 就是我们刚刚所说的 再下来 我们在这里没有 没有表示 在这里我们也没有表示到 第三点是 在刚刚的这个方例研究会表示的 就是 我们应该再利用另外一个 古代明星的偶瑞 那另外那个 那个古代明星的偶瑞 是做什么事呢 就是 记载营 拜访过的贵质 譬如说有些领啊 你这个 从不同的发育过来 它就走不通了 那 如果走不通的话 以后我们就 不要再走进去了 我打个比例好了 譬如说我们这里 你看一看这一条路 这一条路走过来 走到这里 走到这里就不会通了 从这边走过来 走到这里就不会通了 那这边也不会通 所以 这几个位置 这几个位置 你已经走过不会通了 我们就把它 用一个另外一个古代明星 我会把它说 把它记下来说 这个是不会通的路 好 那所以 当然这个图单边的偶位 是另外一个偶位 不是在这个地方 是另外一个 用另外一个偶位 你把它记下来 你说 这个是不会通的 这个是不会通的 没有什么不会通的 就把它记下来 那这个呢 跟我们的骑士的这个 这个问题就不太一样 我们其实从不同的方位过来 是可能会通的 这个的话 你从这个 这个地方走进去 不会通 你别的方位的进去 还是不会通 好 那所以 这个什么意思 我们看一下 假设你当时 是这样走过来 你绕了这一条路 这样走到这里 然后走进去 不会通 我们就把它打插 未来如果还有其他的方式 说我们从这边到过去 假设未来要其他方式 从这边到过去 那你这个 假设这个点 其实是可以到这里的 可以到这里 那你可以看到 这个已经不会通了 你不必再重复再走一遍 你再走一遍 你再走一遍 应该不会通了 所以 就是 你这一条路不通的话 其他的 其他要说 能通到这个位置 其实是不用这一遍 就是被试了 它就是不会通 通过去 它还是没用的 那我们西洋棋 那个 记得好 再说一遍 西洋棋的骑士 这个问题是不一样的 它从不同的方向过来 可能会通的 但是这个是一个迷宫 非常简单的 它的迷宫的位置的话 就是通跟不同而已 所以你从这边 过来是不通的话 你从另外一个方向过来 它已经使得不通 所以我们可以 利用另外一个 突然迷宫的耳朵 把它记下来 你已经拜访过的位置 你把它记下来 那这样的话就是 以前如果走不通的路啊 你现在就是这个 那这个的话可以 节省我们的一些时间 好 这个以上啊 就是我们的这个 迷宫的问题 再下来啊 我们来看看 这个State啊 要解决的问题 就是我们在 坎派的上面 我们所碰到的问题 那这坎派是最限制的 就是我们写了一个 西洋棋 那将来这个西洋棋 我们要发辩 能够执行的组合 以言的指令 那首先你就要判断 哪些东西要做运算 所以这个 这个就是所谓的 Invest Process 还有Private的 Expression Expression就是运算式 就是我们的数学运算式 好 那我们看一下啊 这个Invest啊 相比这个A加B 这个A加B这个啊 就是我们最简单的运算式 A跟B相加 那我们这些 现在这个这个名称啊 我们就说 A跟B叫做Operate A跟B相加的东西叫Operate 你如果一边把它换成中文的话 我的建议是把它换成运算符号 Hello Hello 印算资料 印算符号是后面这个 Operate的印算符号 这是印算资料 这个坊间的一些书啊 翻译什么 印算员印算值 其实我都不清楚 什么印算员印算值 这个太难懂了 我们白号我们翻译 这个叫印算资料 这个呢 加的叫印算符号 Operate也叫印算符号 这个是最白号的 最容易懂的 好 所以呢我们说 把加点乘主这个Operate啊 写在中间 那这个叫印算符号 印 印就在中间 这个叫印算符号 就是这个加的符号 是在中间的 这个叫印 印算符号 那Post呢 Post呢 后面的意思 Post呢 这个英文本身的意思 就是后面 所以Post符号呢 就是加的符号 后面最后面 AV加 这个叫Post符号 Trade呢 前面的意思 这个英文本身有前面的意思 前哦 Pervis 好 所以呢 Pervis 就是加 然后AV 那我们先来看一下 这个 我们怎么样从 印算符号 把它变成Post符号 那等一下 我们会看到说 为什么 把它变成Post符号 我们现在 稍微说要变化 所以 讲的很像是 A加 哇号 B乘以C 那这个就是我们一般写的Invest 我们现在写的Cover 基本上就写成这样 这样一个情况 那这个是Invest 那这个是Invest 好 那我们就 分解的动作 这个V乘以C V乘以C V乘以C本身呢 就先变化一下 那就是把这个加 这个St符号 乘的Post符号 把它放到后面去 那所以呢 这个VC START 这个已经变成Post符号 这个不是前面Post符号 那再来 把这个东西 视为一个单元 这就是一个单位 还有跟前面这个A 要做相加 所以我们就把A 然后VC START 把它摆在前面 把这个加 把它摸到封去 这个是一个单位 这是一个单位 把它合在一起 加放到后面去 最后 把这个刮号拿掉 Post符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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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Post符号是没有刮号的 我就把刮号拿掉 那刮号拿掉 刮号拿出来就是 A VC START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我们 刚上面这个东西的 Post符号 好 那这个 刚刚这个 这个Post符号 好 我们也可以 好 这个就是刚刚这个 这是Invis 这是我们做的Post符号 可是那个分解动作 其实这样做 很容易有错 所以我们用一个工具 叫做Explaining Trim 我们用的工具 是Explaining Trim 所以未来各位要做转换 基本上不是用刚刚这个方式来算 刚刚只是给你一个概念而已 真的你要做的计算是Explaining Trim Explaining Trim 就是我们的工具 那 基本上用Explaining Trim的话 就不太容易发生错误 好 好 那我们现在 我们怎么画 Explaining Trim 我们就跟这个 A加B乘以C 就根据这个 这样字来的 就把它画出来 这个你要A 就一个A 你要做加滑硬算 所以A要跟QmU做加滑硬算 所以A要跟QmU做加滑硬算 没有跟什么B乘以C做加滑硬算 要做跟B乘以C加滑硬算 所以你右半那一支 就是B乘以C 所以你要把B乘以C的这个 拿来跟A做加滑硬算 所以这个Tree的这个画的方式啊 就根据你的Invis 非常单纯的 非常自然的 去把它画出来 好 那再下来 那我们怎么样利用这个Tree 来把我们的Posphorus把它找出来 那 这个Tree好 我们要走它 我们要把它走出来 走的这个方式 就要 捶摸手 追踪 就发现能不能动一下追踪 把这里面的内容把它追踪出来 那我们这个追踪的方式啊 叫Posphorus Posphorus的order 是对应到Posphorus 我们前面这一页也有谈 Posphorus的order 是对应到Posphorus 好 这个是对于 这个讲的Posphorus 这个讲的Posphorus 假设是Tree 这个Posphorus 假设是哦 这个表示 这个Invis 那这两个是不相对应的 那另外的话 你可以直接对应到Invis 好 那我们先来看看 那怎么样把刚刚的Posphorus 这个 把它算出来 这个Posphorus 也是一样是后面的意思 那我们来看一下呢 这个 这里 这个区域是吧 有三个哦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第一个是 layer的saltree 左边小的tree 那什么叫左边小的tree 这个tree里面的 这个是我们的root 这个叫root 这个叫root 那这个root的左边 叫左边的小的tree 所以是layer的saltree 那因此呢 我们在做的时候啊 这个地方 我们就会把 左边的小的saltree 把它 印出来 左边小的saltree 里面只有一个点 叫做A 所以呢 我们就把这个A 把它印出来 再下来 第二个是 右边这个saltree 右边saltree 就是这个 这个叫右边的saltree root以外下方的 所有的部分 就分左边跟右边两个部分 那这个右边的saltree 它要怎么做 它的做法 就是我们的 这个也是个tree 它只能是tree 比较小一点 那这个tree它的做法 就跟这个一样 三个互动 所以这个 右边的saltree 要怎么做 它是recursion 它是地位方式来做的 那这个地位方式的话 它也是一样 先分左边 然后再看右边 再看root 所以这个小的saltree 里面 就先看左边 那左边的点就是v 所以呢 我们就会把 右边的saltree 里面的 这一个部分 也一样用这三个步骤来做 所以就先左边 然后再来是 rightsaltree 再来就是c 接下来是 这个小的saltree root 这个小的saltree 就是start 好 那这个做完之后 我们的 这个vc start这个部分 然后这个部分 就是我们的 这个 大这个tree里面的 右边的saltree 那这个 右边的saltree做完了 我们这个三个步骤里面 一二三个步骤里面 一三个步骤里面 是什么 是把整个tree的 这个路纯把印出来 路纯就不加 好 所以这个就是我们的poses 那未来各位 只要做这个转化 因为人变poses 一定是利用这个saltree 人工 我讲的是人工 在纸上要作业 人工的话 是用 用我们这个tree来做的 大家写破坏是另外一位是 但是人工的话 用tree来做 这个保证 万五 万五二十好不好 因为有些人还是会不错 我怎么讲 万五二十 一万四不会错两次 但是有些人就错一次 好 所以 这个叫poses 对应叫poses 那同样的 我们来看一下 preorder preorder 就是把我们的 我们的 运算的 这个符号 把它放在前方 放在前面 那所以这个preorder 我们看一下 先路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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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先路扯 先路扯 先路扯 你看 先路扯 然后另外就是 左边saltree 左边saltree 就是这个a 先路扯 接下来呢 是右边的saltree 右边的saltree 也是recursive的 recursive的 所以是 star bc 这个就是preorder 那我们再回过头来看一下 那我们原来的Invest 这一张inorder 我们in inorder 路扯在中间 好 好 顺序以后就是左边 到右方 左右 只不过是你的路扯 就要放在 放在中间 还放在第一个位置 叫preorder 还是放在最后一个位置 叫post order 那你的Invest 也是放在中间 所以我们看 是什么病的 我们把它译一遍 这个a 这个a 我们把它译出来 先左边 然后再下来是root root 就是这个 接下来是右边的saltree 右边的saltree 右边的saltree 是这个 也就是这个 那右边的saltree 也是很开心的 这个saltree 本身也要先左边 所以先左边 然后呢 再回来是这个saltree root start 然后是右边 所以我们按照 这个inorder的方式 把它译出来 就长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知道 在这里 b1乘以c 要先算 所以我们把它 在自己 你的脑袋里面 你的 你的理事里面 跟我们讲说 这要括号是 请各位加速 括号非常重要 你没有加速的 下一次小会就错了 这个有很多同学 有很多学长 后来现在还坐在这里 基本上就跟你说 为什么 这个 就是 不知道这个 顺序关系 那你说到 这个a加b乘以c 本来我们在算前 这个数学因算 b乘以c 本来就要先算 当然是本来就要先算 所以这一点里面的加括号 基本上答案还是对的 但是有些题目里面的加括号 那就错了 你不知道它先算 那什么题目呢 我们马上看下一个范例 我马上看下一个范例 这个也就是 a加b乘以c 就是index 如果你一定用这种 慢慢的这个慢动作的话 也可以 就是把它括号起来 a加b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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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呢 再把这个视为一个单元 c数视为一个单元 就是a加b 然后c 最后是到它后面去 我把它拿掉 就是posing 我们也一样把它的 expression管 推理管印出来 a加b a加b 要相加 所以呢 这个什么 a加b 要相加 就是x加 这个结果呢 最后要跟c做存法印算 所以 所以从imax把它化成这个tree 基本上不成问题 那这下来 我们再来看一下 privs跟posit 那privs跟御刚才的讲法 先我们的root 先root 所以呢 这个就是start先出来 接下来 我们这个左边的subtree 左边subtree 里面的话也是科型的 就是a加b 最后就是我们右边的subtree c 这个就是privs 那privs呢 我们看一下privs 先左边的subtree 左边的subtree 左边的subtree 是女科型的 所以是ab加 ab加 ab加 然后代表是 右边的subtree c 最后就是start 反应出来 好 那我们现在来华檐一下 假设你这个subtree 这个subtre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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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它对应的imax 是不是真的长得一样呢 那我们来看 先左边subtree 所以 我们这个 这个我们就会写 先写一个 左边subtree a 然后加b 这个我们大概没有问题 这一部分就是a加b 然后再过来 再过来是 root imax 你记得啊 入者是放在前面 所以接下来是start 这块呢 最后就是c 所以如果你把刚刚的这个图案插片 诶 这两个写的东西一模一样 看到没 这两个写的一模一样 可他们的趣事不一样 你把硬的写出来一模一样 那这个地方 李智告诉你什么东西 我们的这个 这个 培训 这个培训 是来自于这里的 记得他们在这里 李智已经告诉你了 来自于这里的话 就是a跟b要先算 所以你就一定要把它括号起 这个括号没有加 这个括号没有加 那这一局就错了 这个括号没有加 是一定错的 前面的括号没有加 因为我们的算数印算里面 乘组先加 先乘组或加点 那ok 你这个括号不加 不加一片 那就错了 这是一定错的 那我们可以看到 刚刚这两个tree 这两个tree 这两个tree 如果你index 把内出来 里面加上括号 四方 它内容是一样 那这个 我们就要追踪去 说你原来的tree 里面 要把它是a跟b要先加 所以就要括号起 一定要括号 不可忘记 好 那我们来 做一个比较复杂一点的 哦 这个是index 当然这个previous 跟posed 里的答案还是知道 要请东西来回答 好 那我们看一下 这个我们要怎么 怎么算 这个我们到底要怎么做 基本上哦 记得啊 expression tree 就是我们的工具 所以我们就把这个东西哦 把它换成expression tree 那我们在这里 有一个叫doll sign 这个当然C缘是没有的哦 我们就 借用就说 这个doll 就是钱的符号 doll sign 这个各位如果不会念的话 请加速进去哦 doll sign 这个就是钱的符号 doll sign 好 这个doll sign 另外代表次方 代表次方 代表次方哦 所以这个就是a的b 这个我们在这边 这样写的意思哦 这个a doll sign b代表mc 就代表什么 a的b次方 是这边的意思啊 a的b次方 我们是直接用这个符号 来代表这个次方的印算 那基本上啊 这个次方的印算 就更高 这个更优先啊 比成组还要过先 所以a跟b这个印算要先算 那我们现在画这个tree的时候怎么画呢 因为是 根据这个 这个doll sign 然后呢 一个a 然后这个b b 再下来 再下来 好 再下来 我们要 start c 所以你就把这个水平把它展开 start c 就这样画 好 然后再下来 减d 那我们要知道啊 你看这个哦 这个是inverse 这个优先顺序 你要知道 我原来是左边这个心 帅完之后呢 再减这个d 所以你要画这个g的时候 不是直接看这个啊 你要看它的右肩讯息啊 好 那-d哦 所以咧 我们这边再减 然后再减个d 再过来 加 1 加 加 那你要写个加 那可是1呢 就不能直接挂在你的右边 不能直接挂在你这个 刚这个tree的右边 为什么 因为1的话 跟这边后面的这个除完印算 stache是代表除完印算 那你跟后面这个stache印算 这个比起来 先乘除后加减 所以这个stache呢 比左边这个加还要去优先 那因此的话 你这个e就不能直接挂在这里 不可以 你要把右边这些东西算完了以后 才能够把它挂上来 那右边这个中心是什么 是e除以f 所以咧 我们就要画一个e除以f 之后咧 再除以 挂在这里 除法 除以这个 这个右边这一串 最一串也要算好之后呢 才能够做这个除法印算 所以你就根据这个 再除以这个 这个 a 加 g h 好 那转完之后 最后你就把它挂起来 所以这个tree啊 在画的时候 有些说 因为你不晓得这个右边的深度 到底是多少 有些说不知道 那所以画出来这个tree啊 有时候 可能这个左右的高度 不太一样 画得不够漂亮 不够漂亮 无所谓 如果你愿意重画 你再重新画一遍 是不是 你画出来的tree 好像不太好看 那你就可以再重新画一遍 那总是 相加一个情况 那所以 我们画这个tree 其实不难 是根据你的印算的顺心 把它刷出来 接下来 我们利用这个tree 就是我们的工具啊 来把他的posit 跟posit 把它做出来 好 那请各位做一下 一分钟 等一下请同学来回答 每个都要做 都要做 根据这个tree 你把posit 跟posit 把它做出来 一分钟 一分钟 一半 一分钟 三分钟 一分钟 有点赞 有点 一て 卧槽 是 一分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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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YK 好,那我们请同学回答一下 Pause with 刘宏陈 Pause with 刘宏陈 我們前面練英文,不准練中文 AB,DAR,C C START START MINUS 這關有練過的,剛有練過的 也不會練得,你要把它提起來 START START PLUS 好,不會練得要提起來 這些數學運算如何 這個是START 信號是START offbox 就是这样 斜线就是strages 85 slash 看我发音就知道我怎么写的吧 slash 这匹是 slash 这个是plus 好 好 tlus 好很好 tlus 这个 好 很好 这个我们刚看到就是 这个process 这是我们的答案 表现很好 接下来我们问下一位 郑玉荣 郑玉荣 Privis 好 很好 完全正确 那这个就是 这个就是答案 好 所以 接下来这个我们的 index换成Prosby 或者是换成 crevis 利用这个tree 其实是很容易做的 那如果你不利用这个tree的话 你这个东西要换 你用手能去算 其实非常麻烦 好 那也很容易弄错 这是一个是很容易算出来的 好 那我们到这边先下来休息 好 那我们到这边先下来休息 谢谢